平时你在油管上看到那些反贼的奇谈怪论 你一定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双标的人呢 怎么可以如此的反制呢 为什么总是偷换概念呢 怎么总在造谣呢 怎么这人说话跟轮子一样呢 这些只是非常浅薄的表象而已 造成他们进入癫狂的背后原因 令人暖心 到底是人性的堕落还是道德的沦丧 今天雷哥给你个答案 大家好我是超气人博主雷哥 开篇雷哥直接抛出结论 这些在海外搞反华的人 他们只是一群可怜虫而已 昨天的视频我想大家已经都看过了 我以为对面的阵营是实时务的聪明人 毕竟人家有这么广泛的受众 按照正常的逻辑 谁也不会愿意成为比自己智商更低人的粉丝 不过现实总是令人匪夷所思 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看低自己的人 这个群体竟然一直愿意做一个二等公民 某些五眼国家宁愿牺牲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 牺牲就业去给美国人当他手里的棍子 而一些傻子们竟然甘愿变成棍子上的谢特 这太令我意外了 哎呀 他们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就是想向自己证明 我当初背叛祖国的选择没有错 中国如果越来越乱 越来越不好 才会让他们得到内心的满足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祖国的经济蓬勃发展 基础建设震惊世界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 当全世界都在饱受病毒蹂躏的时候 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了 所以你打开他们任何一个频道都只会说中国的不好 把一些极端的社会孤立不断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其实他们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只有中国不好 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 所以他们只能盯着中国的垃圾桶 找什么 找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 他们经常会攻击爱国的网友 让你滚回中国 而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我这边连线的粉丝来看 他们都是高学历 见多识广 可以去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人 也可以回到中国继续自己的优质生活 为什么很多油管上反华反共的脑残会对着你一通臭骂 赶快回到中国吧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在他们骂你的愤怒中 其实是责怪为什么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不骂你他们怎么安抚迷失在身份认同中的自己呢 不骂你怎么能接受社会阶层远远低于你的自己呢 这些人在海外诋毁自己的祖国 虽然加入外国籍拿着外国的护照 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自己是中国人的现实 不要以为你拿着外国的护照 你就是外国人了 在当地人的眼里 你永远都不是自己人 你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你的儿子也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你的孙子也融不进他们的圈子 从你这代开始 你们世世代代都只能当一个二党公民 而这些人为了迎合敌视中国的西方媒体 去污蔑自己的祖国时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 你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罕奸了 这些西方的媒体利用完你之后 是绝对不会看得起一个背叛自己祖国的人 因为你们连祖国都可以背叛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背叛 他们怎么可能相信你呢 看看喀布尔机场吧 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呢 我真没有想到 世界上还有这么愚蠢的人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在他们的评论区里面 看到了有人引述我的话 这里我不介意再重复说一遍 你在海外如何反华反共的 攻击自己的祖国 最终直接受伤害的人 就是你自己在中国的人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 而被你们这些反华言论影响的外国人 他们看不见住在中国的人 但是他们却可以在生活中看到你 当你看到一条一条关于亚裔被歧视海外华人被攻击的新闻的时候 想想这样的恶劣结果是出自你自己之口 你成为了那些人的帮凶 你今天造的所有口业最终只能伤害到你自己 对我们这些爱国人是没有任何影响 好尴尬呀 昨天我看到人家的评论区里面对我是一片骂声 刷着各种繁体字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他们根本就不想听我的观点和逻辑 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无法接受 但是他们这里面却又跑过来默默订阅了我的频道的人 为什么我能一边被骂一边涨粉呢 原因就在于那些喷子们毫无逻辑 也根本伤害不到我 只能选择幼稚的情绪化的发泄 评论区里大段大段的骂我 其实呢你在骂谁呢 你仔细想一想啊 骂我的人你自己放下键盘好好想一想 你骂的是不是那个心里攥着拳头 颤抖着身体血压上升毫无实力气急败坏 却只能在键盘上发泄的那个怂怂的你自己呢 你骂的是不是那个从心底里不愿意面对现实被我俯视着说不出话的自己呢 你骂的是不是那个被我戳中了痛点却没办法改变的自己呢 你骂的是我更是你自己 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我的时候 同时也有三根手指指向你自己想赢我好好去读书好好去学习 不然你只能反复的感受到被我实力支配的恐惧 很多被反华思想带偏的人会觉得自己支持的反华反共事业是伟大的 大义凌然的说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一句不是钱是什么 结果对方竟然支支呜呜的说不出话来 当我问到反共的目的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对方竟然不敢回答 为什么他们不敢回答呢 为什么他们极力的要把反共跟反华进行分开呢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改变自己是Chinese的现实啊 反共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看看伊拉克 看看苏联 看看利比亚 再看看阿富汗 执政党被推翻之后 当地支离破碎 民不聊生 经济一落千丈 当地居民大量成为难民 回到他们不敢回答的问题上来 反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推翻中国政府 让那些被颠覆国家的惨状在中国上演 中国可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 一旦政府被推翻 国家被解体 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复存在 整个国家将倒回到民国时期 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只有40岁 到处都会出现机民难民 那么再回到那个 他们根本就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反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是想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 然后以上的惨句会再度上演 反共就是反华 反华就是反中国人 就是名副其实的反人类 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 说这群人是汉奸 已经是我最大的善意了 而赞同反共的这些人 你们非常有可能 probably perhaps 是个反人类的脑残 最后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澳洲的洛伊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数据来看 超过三分之一的澳洲华人报告说 他们在2020年受到了种族歧视 调查结果显示 37%的澳洲华人认为 他们因为自己的族裔背景受到了差别对待 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是造成这种歧视的主要原因 52%的受访者认为澳洲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是另外的一个原因 在接受调查的1000多名澳洲华人里面 有18%的人报告说 在截止到去年的12月 他们因为自己的族裔背景受到了人身攻击和威胁 那么这些施暴者他们见不到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 却可以见到你 我以为你们是聪明人 你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 自己有没有可能或许没准 perhaps是个大杀臂呢 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用 好好思考一下吧 我的傻宝贝 我是超气人博主雷哥 咱们下次再见 我的傻宝贝